有人说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不堪一击是真的吗 在2023年北京春晚舞台上 我只轻轻的爱你堪称甜歌组合 王欣灵和韩雪惊喜合作 重新合唱演绎轻轻的告诉你爱你经典歌曲 另外还加入虚拟的邓丽君隔空对唱 我只在乎你 有网友开玩笑的说你们争得邓丽君的同意了吗 韩雪和王欣灵这两个女明星 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同台演唱歌曲 两个美女王欣灵和韩雪 单独在台上表演节目都很美很有气场 都有空台的能力都很优秀 可当两个不同类型的人撮合在一起表演节目 就没有起到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有点失望 首先从外表来看韩雪个子高 王欣灵个子矮 两人站在一起充分暴露出王欣灵个子矮的短板 他们为什么还都要穿高跟鞋 就像笔高似的 王欣灵脚穿厚黑色的增高高跟鞋 韩雪白色短靴高跟 就像拉长了大长腿一样 他们为什么不能商量一下 选择一下合适的鞋子高度 让俩人的身高差不多呢 这样舞台效果更好 毕竟是两个人合作的节目 王欣灵一身黄色西装很保守 还扎着两条漂亮的麻尾辫 显得很可爱潇洒 韩雪穿了一款银色的包臀裙 秀出一双漂亮的眉腿 还留着漂亮的披肩长发 戴着银色的耳坠 真的是超有明星范了 像个很有性感魅力的模特 韩雪尽管是全能艺人 能演戏演小品唱歌 但她在专业歌手 王欣灵面前还是稍训 我感觉王欣灵独唱比较好 感觉跟韩雪一起只发挥了七成 我耳朵里听到他们演唱的歌曲 眼睛却落在韩雪穿着白色高跟短靴和雪白大肠眉腿上 跟着韩雪的那一双大肠腿在游动 甚至忽略了王欣灵的舞蹈 美女韩雪这牛奶色的大肠眉腿呀 老好冷 我去谁能不多看几眼 不看白不看 即使老婆在身边也忍不住呀 听说之前韩雪有个丝袜广告也很离谱呀 甜美可爱的王欣灵和性感的大肠腿美女韩雪 同时出现在北京春晚舞台上 性感直接碾压小可爱